做这东西真是够费劲,这手连筷子都抓不稳了。 木小草吃晚饭时,手拿着筷子还在抖,实在是今天一直推石墨,累得够呛。 哎,下次还是催醋里那大石墨里墨,咱家牛还能出点力。 猪水莲放下筷子,吹了吹腰。 娘,我不都说了,下次咱们自己买个大石墨,那石墨只磨吃实用,村里那大石墨整天什么都磨,这入口的东西还是要讲究干净,不然吃坏肚子怎么办呀。 木秀也是觉得累坏了,下次一定不能这样了。 第二天,大家都起了个大早,木秀张罗着蒸上了一大锅的红豆,做成了红豆泥。 猪水莲和木小草两人将糯米粉用手揉搓至面团光滑柔软之后,就开始包汤圆了。 只见,猪水莲捏下一小块糯米团,双手搓圆,压成饼状,将馅料添入,顺便包起,将包好的汤圆放在手中搓圆。 一个汤圆就包好了,根据不同的馅料包好之后,放入不同的盆子里。 木秀和木小草也包得飞快。 隔壁的陈家大娘也被叫来一起包汤圆。 陈旭辉看起来人高马大的,但是看了一会儿,也有模有样地坐下来包了起来,竟然包得还不错。 人多力量大,几个人用了两个小时,就包出来九十多斤的汤圆。 行了,今天就包这些拿出去买。 木秀看看时间已经九点多了,我来装好。 猪水莲站起来,拿出蒸笼布,将盆子盖好,墓水陈旭辉将这些一起拿到牛车上。 娘,你和陈大娘继续把剩下的全部包好,如果有空闲时间,再炒点芝麻和花生,等明天咱们送到县城我姨那儿。 木秀对周水莲说道,行,我先给你们下点面。 周水莲转身到了灶台,不一会儿,面就下好了。 木小草,木水,木秀,陈旭辉,四人一人一碗面,上面打了个荷包蛋,呼吱呼吱地吃完,就赶着牛车去附近最大的集市上去了。 哎,你们听到什么没? 木秀忽然执起耳朵,他好像听到有人在喊周水莲。 没有,怎么了? 陈旭辉也细细地听了一下,什么都没听到。 没事,可能是风吹的声音大,听错了。 今天是第一次逢集,相见小道上密密麻麻都是人。 木秀他们很是艰难地才到了集市里,不过还是来晚了,集市里早就都是人了。 几人赶着牛车,好不容易才挤到了中间的位置。 集市里卖什么的都有,店铺林林总总,各色各样的人都有,货物也都齐全,灵良满目。 木秀眼间,寻得了一处只能摆放一张桌子的空位,急忙站好。 陈旭辉很默契地将牛车上的桌子搬了下来。 见缝插针地奔向木秀,将桌子放好。 后面的墓水寻地方将牛拴好,木秀他们将在家里包的汤圆摆了出来。 以前,元小姐大家吃的汤圆,无外乎就是黑芝麻馅的,而且每个人能分到一两个就不错了。 毕竟黑芝麻和糯米还是很贵的。 木秀这次做的是豆沙馅,花生馅,桂花冰糖馅,蜜枣馅的,还有咸口味的火腿五仁馅。 这六种口味各自做了十五斤,放在六个盆子里,摆放在桌子上。 买汤圆了,又圆又大的汤圆。 花生五仁,豆沙,芝麻,蜜枣馅,还有火腿五仁馅,总有一个口味适合您。 早买早吃到,晚买就怕卖完了就卖不到了。 这汤圆团团圆圆,馅足皮诺,口感丝滑,保准大家吃了还想吃。 木秀这一声声的叫买声,很快就吸引了大家。 木水和陈旭辉在这个集市上也算是老面孔了,从他们这里买回去的东西,大家都称好。 是木水啊,好些日子没见你了,我孙子一直嚷嚷着要吃鸡蛋蒸糕。 一位五十出头的大娘凑了过来,看着桌上摆放的汤圆,凑近看了看,惊讶地说道, 这,这汤圆怎么弄来,又白又圆,个头这样大,看起来都好吃。 大娘,你经常买我家东西,应该知道,我家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,同所无欺,不仅味道好,而且价格也不高。 木秀笑着说道,这倒是,每次买你家的东西,回去尝尝,味道真是不错。 这汤圆多少钱一斤啊? 大娘点了点头,她每次来赶集,看到木水的摊位都会买点东西回去。 四毛钱一斤,一块钱三斤,各种味道的都可以买点回去尝尝。 木秀笑着报价,我家人多,那就来一块钱的吧。 大娘爽朗地掏出一块钱出来,她经常在外面买东西,应该家境不错,一块两块对她来说都是小钱。 给我来一斤混合馅的。 这会儿,以前的老主姑看到是木水摆摊了,纷纷上前购买。 大家的好奇心都很强,看到哪个摊子人多,哪怕是没吃过,没买过,排队也要买回来尝一尝。 不一会儿,探子钱就挤得都是人了,很快,带来的九十多斤汤圆就全部卖完了,这会儿才到了下午的一点。 没想到这汤圆卖得这样好,汤圆甜得腻人,我是不喜欢吃,还不如吃饺子。 木水一边挪东西,一边嘀咕的。 这叫萝卜青菜各有所爱,我就喜欢吃汤圆,甜丝丝的。 走了,咱们回家吃汤圆去。 木秀跳上牛车,欢快地说道,走喽。 陈旭辉驾着牛车向家里驶去。 水莲啊,娘,可把你们找到了。 陈旭辉驾着牛车,刚走出集市,就看到一个人朝着牛车扑了过来。 眼看就要撞到人,陈旭辉吓得急忙拉住牛车,赶紧停了下来。 等到车停了下来,发现竟然是王月春。 王月春拦住了牛车,静静一看,却没有看到周水莲,她脸色不由得难看了起来。 你,你想干什么? 木小草站在马车上,一脸警惕地看向王月春。 小草,你带我回去找下你娘吧,你们那村,我们真是进都进不去啊。 王月春想着这些日子来,他们只要一踏进鹦鹉村,就被木家的那几个男丁给赶出来,就觉得心酸地想要大哭一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